有人说生活是道复杂难解的公式 我们有算法 有人说生活是堂不断学习的课程 我们有说法 有人说生活是本阅读不进的书 我们有看法 生活中有算法、说法、看法 法律讲堂为您讲法 妻子红杏出墙却对丈夫撒了谎 陈飞他是外面混的 我不想你遭遇不测 以为妻子受人要挟 丈夫持刀救妻子却致人死亡 你这是干嘛呀 我留下来不是他逼我的 这是我自愿的呀 丈夫因误解而冲动杀了人 他会受到什么惩罚 他因谎言杀了人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这是一档汇集全国民众的公义普法节目 这里是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者 以按说法的舞台 法律援助为经济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 免费打官司 法律援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一天一个经典案例 每案都是感人故事 法律援助在行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这天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大厅 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子 她带着两个孩子 一进门就要求工作人员说 一定要救救她的丈夫 说她的丈夫在逃亡四年之后 被警察给抓了 而且是她报的警 她请求援助律师帮帮忙 一定要救救自己的丈夫 工作人员十分不解 既然是她报的警 为什么又要来到法院中心求助 救她的丈夫呢 这名女子名叫郑萌萌 她的丈夫名叫董次生 郑萌萌只说 丈夫是四年前杀了人 但其他的细节一概不说 看来啊 这其中还有隐情 为了了解事情的详细情形 援助律师只好先前往了看守所 会见了她的丈夫董次生 董次生在看守所 见到援助律师的时候 情绪很稳定 她毫不隐瞒地说出了一切 董次生和郑萌萌是七年前 由湖北老家一个亲戚介绍认识的 当时董次生32岁 郑萌萌才25岁 那个时候啊 董次生在城里的一家建材公司打工 收入可观 相识之后 两个人是感情迅速升温 才相处了两个月 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郑萌萌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 可董次生一点都不在乎 她对郑萌萌是百依百顺 由于董次生从小父母就灵异 所以董次生特别珍惜与郑萌萌建立起的新家庭 然而结婚半年后 一场车祸改变了这一切 那天郑萌萌要回乡下探望自己的母亲 为了让妻子风光风光 董次生是特意问老板 借了一辆车 让司机送郑萌萌回家 谁知啊 这车还没出城 就出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司机是当场身亡 郑萌萌呢 则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董次生知道郑萌萌活了下来 是喜不自胜 可是医生紧接着向他宣布 车祸时郑萌萌怀了两个月的身孕 现在孩子没有保住 而由于车祸的创伤 郑萌萌今后将很难怀孕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夫妻俩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妻子时常因为一些小事发脾气 董次生啊 虽然也消沉了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的就振奋精神 他想 现在啊正是一个家需要主心骨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不能就此就被打倒了 为了让这个家恢复到原先的和睦 也为了让妻子郑萌萌重拾信心 恢复健康 董次生开始了带着妻子漫长而艰辛的求医生涯 他几乎是清净了所有 整理了两年 郑萌萌一直没有怀孕 生活在上海啊 日常开销的压力很大 为了让郑萌萌萌继续吃最好的中药调理身体 他不得不动脑筋赚钱 他想到了自己有一个老乡在深圳做房产生意 说不定啊愿意帮他度过难关 本以为妻子会感动于自己的付出 可没有想到为了这事 妻子郑萌萌竟然跟他大吵了一架 说董次生啊是想找机会抛弃自己 董次生回忆到这儿叹了口气 说当时啊我真该听他的不去深圳 那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这么的悔不当初呢 原来啊 董次生南下以后 工作的忙碌加上郑萌萌的埋怨 使得夫妻俩难得有时间通个电话 而且总是以争吵结束 董次生边说着便不住的叹气 说自己当时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站稳脚跟 每天面对极大的工作压力 而妻子郑萌萌来电话的时候啊 总是抱怨 让他是免不了的心烦意乱 就这样 两个人通电话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虽然如此 董次生仍然是一门心思的想要赚了钱 给妻子郑萌萌治病的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董次生的工作小有起色 也终于有能力搬出了宿舍 租了一套仪式户 他决定啊 接郑萌萌来深圳 玩一段时间散散心 三个月没有见面 郑萌萌和董次生之间的生疏 让两个人都有些不自在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让董次生第一次对郑萌萌 起了疑心 电话是打到郑萌萌手机上的 手机正好在董次生的手边 他就顺手给接了起来 电话里头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她说 我要找妈妈 还说这郑萌萌就是她的妈妈 董次生当场是火冒三丈 怪不得妻子对自己的态度是越来越差了 原来这不是因为在生气自己擅自难下 而是因为外面有了男人 甚至连孩子都有了 她当场逼问妻子 郑萌萌一再的解释说 这个孩子是自己领养的 她说眼看着吃药也没有进展 丈夫又一个人去了深圳 她觉得寂寞 就领了一个孩子来陪伴自己 董次生哪里相信 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我说 瞒着肯定就是有鬼 听她这么说 郑萌萌到哭了起来 你说咱们才三个月没见面 怎么可能就怀孕生了孩子呢 她这一哭 董次生倒有些心软了 可是她想想还是有些怀疑 于是她硬着头皮要求郑萌萌 要去做DNA鉴定 以此来证明孩子不是郑萌萌亲生的 她这才相信 听了这个要求 郑萌萌立刻收拾行李 坐就坐 第二天她就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半个月之后 董次生收到了郑萌萌寄来的亲子鉴定 这个小女孩确实不是郑萌萌生的 这一下董次生是自责的不得了 看来自己真的是错怪了妻子了 她赶忙放下手上的工作 请了假赶回上海 去给妻子赔不试 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谅 没有想到的是 她得到的不是妻子的原谅 而是命运跟她开的第二个玩笑 丈夫回到了上海 发现妻子真有秘密 妻子去了一处住家 每天回到那处住址的 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 为了挽救婚姻 她决定给妻子一次机会 妻子一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若非 陈飞是用什么手段控制了郑萌萌 担心妻子被要挟 丈夫决定挟刀救妻子 她因谎言杀了人 正在播出 董自生突然间回到上海 妻子郑萌萌 是非常的惊讶 她没有任何的惊喜 反而觉得有些尴尬 而且一直不肯让董自生 见她领养的那个小女孩 说是啊 孩子住在朋友的家里 最后 在董自生的再三要求下 郑萌萌才不得不让小女孩 和董自生见了面 这个小女孩乖巧可爱 名叫灵芝 灵芝的出现 让董自生想做爸爸的愿望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待在上海的一周里头 她是天天陪着灵芝 带她到处去玩 买了好多的吃的穿的给灵芝 才几天啊 就和灵芝培养了很好的感情 唯一的隔阂就在于 这灵芝她始终就不肯叫董自生爸爸 有一次被逼急了 她脱口而出说 我有爸爸 为什么要叫你爸爸呢 这句话 让董自生再一次起了疑心 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为了不让事情闹僵 董自生这一次啊 没有立刻的去逼问妻子郑萌萌 而是她仔细观察了妻子这几天 发现她每天啊 都早出晚归 有好几次啊 灵芝要求郑萌萌 说是要妈妈带她回家 郑萌萌都支支吾吾的回答灵芝说 你不是在家里吗 别跟妈妈闹了 妈妈要去上班了 董自生问她去哪里上班呢 她说去别人的服装店里打工啊 这个回答显然是不能让董自生满意的 而这灵芝口中所说的爸爸是谁 这家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这些细节啊 让董自生是越想越疑惑 终于有一天 董自生将灵芝托付给了妹妹照顾 偷偷的跟踪了妻子一天 发现啊 妻子去了一处住家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服装店 而且每次都是到了傍晚才出来 一连几天啊 都是如此 而同样每天回到那处住址的 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 难道妻子郑芽芽真的有了外遇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想 董自生趁妻子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的查看了妻子的手机 这一看还真是发现了问题 发现啊 有一个叫陈飞的男人 和自己的妻子郑芽芽联系非常频繁 而且啊 还有些话语暧昧的短消息 看来妻子真的是背着自己有了外遇 这个发现给了她不小的打击 这个时候啊 她又想到了灵芝 难道灵芝是郑芽芽和陈飞的女儿吗 这不对啊 郑芽芽已经向自己出示过灵芝 不是她所生的DNA鉴定 难道郑芽芽芽在亲子鉴定的事情上 发了谎吗 在妹妹的帮助下 董自生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灵芝啊 确实是郑芽芽从福利院领养来的 得到这个结果 她心里头一阵轻松 心想啊 郑芽芽芽一定是一时糊涂 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 她决定再给郑芽芽一次机会 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下定决心以后 她推心制服的和郑芽芽谈了一次 说啊 自己已经知道她和陈飞的事情了 并且已经决定原谅她 董自生还说 知道自己最近为了赚钱冷落的妻子啊 希望郑芽芽能带着灵芝南下深圳 跟自己重新开始 听说董自生发现自己和陈飞同居 郑芽芽羞愧得无地自容 但惭愧的感觉只持续了一会儿 她还是把这个错都归结到丈夫董自生的身上 要不是她对自己态度不如从前 还几个月的见不到面 自己哪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去寻找陪伴和慰藉呢 面对妻子郑萌萌的解释啊 董自生是全盘的接手 她一心想 只要妻子郑萌萌带着女儿灵芝 跟着自己去深圳 和陈飞断了联系 一切都可以重来 也许啊 是被董自生的包容所感动了 郑萌萌当时答应了丈夫的要求 说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把上海的事情啊 做个了断 然后就带着灵芝去深圳 和董自生重新开始 董自生满怀希望的先行回到了深圳 去为一家餐口在深圳的新生活 做准备工作 但是事与愿违 她等来的并不是自己所期盼的新生活 一个月后 妻子给她打来了电话 郑萌萌在电话里头支支吾吾的说 叫董自生啊不要再等自己了 自己不去深圳了 董自生从妻子口中听到这些话 心痛异常 不断的追问为什么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郑萌萌低声说 是陈飞不让我去的 听到郑萌萌这么说 董自生立刻觉得 妻子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接着郑萌萌又说 我们还是离婚吧 听到这话 董自生坐不住了 她当即表示 马上要请假回上海 要和郑萌萌面谈 要找陈飞算账 谁知啊 郑萌萌立刻阻止 你可千万别来呀 陈飞她是外面混的 我不想你遭遇不测 电话挂断以后 董自生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郑萌萌既然说 怕自己受到伤害啊 那说明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 而且妻子还口口声声说 这陈飞是个小混混 莫非陈飞是用什么手段 控制了郑萌萌 逼她离开自己吗 董自生暗暗下定决心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去 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从陈飞的魔掌中解救出来 董自生回到了上海 她没有直接去找郑萌萌 而是来到了妹妹的住处 可是妹妹听说 哥哥要去找陈飞 救郑萌萌出来是极力的反对 说出车祸以后 哥哥为嫂子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她却不懂得珍惜 况且她也不能再生育 劝董自生趁势离婚算了 可是董自生说什么 都要去救郑萌萌 妹妹见说服不了哥哥 就吓唬董自生说这个陈飞啊 是当地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说董自生找上门 简直就是去送死的 其实啊 这些都是她编的 没想到这些话都让董自生 更加坚定了妻子和女儿 是被绑架的判断 接下去的几天 她都在心里暗自盘算着 怎么才能救出妻子和女儿呢 想到郑萌萌和妹妹都说 陈飞不好惹 董自生特意的买了一把水果刀 藏在身上 以防万一 根据董自生的描述 当天她在陈飞家楼下 是守了整整一天 好不容易看到陈飞 骑着摩托车是远远的开了过来 她正准备上前叫住陈飞 好好的谈话的 突然看清 她车上带着郑萌萌和林芝 三个人俨然是一副 三口之家的样子 直到看到郑萌萌从摩托车上下来 她整个人都懵了 她看见陈飞是背对着她 小心翼翼的搀扶着郑萌萌下车 而郑萌萌竟然穿着孕妇装 怪不得不太让自己来上海 竟然这都怀孕了 董自生说 当时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了脑袋 心里头除了被背叛的气氛 再也容不下别的了 她从怀里掏出了水果刀 冲了上去 对着陈飞的背就捅了过去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郑萌萌和林芝都没来得及做任何的反应 对陈飞更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转眼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捅了人之后 董自生呆呆地站在原地 郑萌萌最快缓过神来 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她冲过去拉住董自生声泪俱下地叫道 你这是干嘛呀 我留下来不是她逼我的 这是我自愿的呀 我这么说只是不想你责怪我呀 听到她的话 董自生终于慢慢地冷静下来 她的脑袋嗡嗡作响 现在怎么办呢 看着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陈飞 董自生当时除了逃 想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逃啊 就逃了四年 陈飞死了 丈夫又逃得无眼无踪 由于自己出轨和说谎 惹出了这么大的事件 逃亡的丈夫突然回来 报警的妻子为何后悔了 想到董自生为了自己 董自生为了自己葬送了一辈子 更是回忽 丈夫自首 妻子求助律师帮丈夫解刑 那么这桩命案最终会怎么判 她因谎言杀了人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在看守所里 援助律师听着董自生的字述 终于明白了事情发生的缘由 难怪郑萌萌是什么都不愿意多说 原来事情的起因源于她的出轨 其实啊 当时她嫁给董自生 就是因为董自生对自己好 她一心想找个依靠而已 可后来丈夫去了深圳打工 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人照顾的她 一时间无法适应一个人生活 有一次啊 郑萌萌去酒吧玩 认识了陈飞 陈飞带着她出入各种酒吧和娱乐场所 让她体会到了跟董自生在一起 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在这样充满刺激和诱惑的生活面前 她已经不想再回归平淡的生活了 她告诉律师 我当时啊 确实是怀孕了 这孩子是陈飞的 也许啊 是郑萌萌吃的中药起了效用 在她答应董自生带着灵芝去深圳定居之后 意外的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是啊 董自生一向是对自己很好的 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提出离婚 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只好拿陈飞的混混身份来吓退董自生 逼迫着丈夫跟自己离婚 当她知道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理由 董自生才买了水果刀防身 由于自己出轨和说谎 惹出了这么大的事件 现在啊 已经是懊悔万分 陈飞死了 董自生逃得不见踪影 董自生的妹妹也不愿意给她任何的帮助 这街坊邻里也把她当扫把心不愿意接近 她只能一个人带着灵芝搬了住处 辛苦的生下小儿子陈豪 这四年来郑萌萌常常被噩梦惊醒 醒来之后依旧还是要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努力的生活下去 如今她是毁不当初 但是这一切又能怪谁 而这四年 董自生的逃亡日子正萌萌 更糟糕 潜逃之后啊 董自生不敢去大城市 也不敢回老家 只能潜伏在江浙户一带的郊区 靠临时帮人搬运农作物过活 四年了 她一直是东躲西藏 不敢在一个地方久待 听到警车的声音啊 就紧张 一向顾家的她 在逃亡的四年里头 没有一刻不惦记着自己的妻子郑萌萌 她对妻子啊 已经没有了恨意 她记得自己走的时候 妻子郑萌萌是大着肚子 四年了 她很想知道 妻子在自己杀了人以后 过得怎么样 终于啊 忍不住回到上海 想要见妻子一面 而郑萌萌呢 董自生走后 她始终是无法忘记董自生咬牙切齿 冲上来捅人的一幕 想想啊 这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 她不免有些害怕 这突然之间 董自生就找上了门 她更是紧张极了 生怕董自生回来 是对自己的出轨 怀恨在心 回来啊 是来报复自己的 因此 董自生刚进门不久 她就借机 偷偷地报了警 可是没想到啊 董自生回家之后 却对自己是虚寒问暖 丝毫地不怪自己 还对她以前的鲁莽行为而忏悔 声泪俱下的要求 妻子的原谅 郑萌萌被丈夫感动了 想着董自生对自己一往情深 而自己的所作所为 害了董自生 郑萌萌啊 心声懊悔 突然改变了想法 她又不忍心 看着丈夫被抓坐牢 便告诉了董自生说 自己啊 刚才报了警 叫她赶紧逃 听说妻子郑萌萌报警了 董自生并没有逃 她说啊 我杀人有罪 逃亡的日子啊 我已经过够了 被抓了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我也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于是 董自生就在家里头坐着 等着警察上门 这才发生了 她在家被捕的一幕 董自生被捕之后 郑萌萌是坐立不安 她想起了车祸之后 董自生带着自己 四处求医的情景 心里头非常的愧疚 想到董自生为了自己 葬送了一辈子啊 更是悔恨 由于自己没有说出实话 才酿出血案 应该为她找个律师 得到法律上的专业帮助 也许啊 有机会获得侵判 可是自己没有钱请律师 那怎么办呢 她在朋友的建议下 来到了法律援助中心 开始的时候 她不好意思将自己 不光彩的过往和盘拖出 可援助律师的诚心帮助 让她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她想起 当时董自生冲过来的场面啊 就怕的发抖 她哽咽着说 其实啊 我跟董自生这么说 只剩想吓吓她 是我害了她和陈飞 还害了灵芝 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艰辛生活 她也是悲从中来 在分析这起案件的时候 援助律师废了一番的脑筋 一方面 董自生杀害他人性命 理应承担起相应的刑事责任 而另一方面呢 由于妻子出轨之后 没有跟她说实话 她在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冲动杀人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量刑呢 她唯一能够减轻量刑的情节只有自首 可是虽然董自生是在家里头等着警察来的 她回来的本意也不是投案 那董自生的行为能不能算作是自首呢 自首的定义啊很简单 我国刑法第67条已经规定了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可见 同时满足自动投案 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这两个条件 可以认定为自首 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点 在本案当中是没有疑点的 问题就在于 董自生的行为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第一条第一项有这样的规定 犯罪后逃跑 在被通缉 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 可以认定为主动投案 还有规定 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 或者是亲友主动报案之后 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 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分析董自生的情况 虽然不是他本人报案 但报警的是他的妻子 他发现之后 没有逃避抓捕 而是主动等待警察同志逮捕自己 与此同时呢 他也说明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援助律师认为 董自生的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自首 最终啊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 被告人董自生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其主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罚 最终判决董自生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案子结束了 陈飞丧命 董自生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 郑萌萌对婚姻的轻率态度 和自私的处事方式是一手造成了最终的悲剧 而董自生虽对郑萌萌 情深意重 但他的冲动情绪毁了自己的一生 令人惊醒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女儿想要离婚 声称丈夫 婚前曾侵犯自己 你不同意离 我就去告你 你这个强奸犯 女婿不同意离婚 说婚前双方曾立过协议 要离 你得付我三年工资 女儿说的强奸 和女婿说的协议 有什么关系 父亲该如何面对 我帮女儿来离婚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